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剛剛就看Facebook,跟著就見到澳門議員高天賜出了個報告。 我們看看那個報告什麼。 那個報告就跟大家說, 說行政長官昨天委任兒子賀建東 做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信託委員會成員, 跟著她說到五月份之前曾經委任過她的女兒賀凱琪 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委員, 她說恭喜了,將來還需要委任孫、兒生、表弟、物友、司機、花王等等的老友。 她說得幾好笑我覺得。 其實在香港或者大陸來說, 我又沒見過好像這麼高的官員 是委任自己的子女去做這些委員的, 因為正常來說都是會做個避炎的, 就是只怕有這些所謂的利益衝突。 和以我所知這些委員好像都是有人工去收的。 一般人如果是想做這些委員, 我理解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做得到。 好像香港那樣, 我都真是未見過香港的特首 去委任自己的直屬親戚去做這些委員。 好了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你們對今集的內容有些什麼意見呢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